桃园市长张胜正跟国乐音乐家一同敲响乐器 为2024桃园国乐节乐未央活动造势 从7月22号起到8月11号 规划国乐营队跨界展演 还邀请日本、新加坡等国际音乐家一起合作 带来精彩的演出 邀请大家一起来桃园参加国乐响业 7月22号到8月2号是10天的国乐营 然后紧接着8月3号、4号、8月10号、11号 都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包括来自日本、新加坡、美国非常杰出的音乐家 在桃园展开他们最精彩的表演 桃园国乐节不是只有桃园的地方活动 是一个全国的音乐活动 甚至已经有非常杰出的国际音乐家一起来参与 希望所有我们桃园的乡亲 我们台湾的朋友一起到桃园来 夏天享受一个国乐的想念 这次的活动相当精彩 连续两周将带来四场演出 桃园国乐团长也分享这次活动的亮点 欢迎民众前来共襄盛举感受国乐的魅力 8月3号是国乐总动员 来自我们各阶层的演奏的会员们 或者是学员们一起参加 那么8月4号是我们的繁星计划 就是国内优秀的演奏家一起来参与 祝贺我们桃园国乐节 那么8月10号邀请到新加坡的鼎翼团 一起来跟我们交流 这场音乐会里面有新加坡特色的曲目 以及我们台湾特色的曲目 所以等于是两个城市的作曲风格 演奏家的一起交流 非常值得来欣赏 那么8月11号闭幕音乐会 我们邀请到国际知名的钢琴演奏家吴静云 然后还有我们的京剧的名家李宝春先生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个闭幕音乐会 桃园市文化局表示 国乐需要创新与传承 透过每年举办并与国际交流 让传统国乐器可以跟西洋乐器一起演奏 尽情激发创造力 国乐乐手表示 透过音乐节可以跟国外的乐手一起交流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对国乐团的支持一直是不予虑 那我们这两年还特别推动一期合作 所以我们邀请一些 我们桃园在地的企业 也能够来支持国乐 那么我们国乐团事实上长期以来 已经不断的推动跨界创新 所以我们不管是跟钢琴 大提琴 西乐 甚至跟歌剧的这种创新结合 都非常非常的勇于尝试 也都有非常好的成果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创新而能够得到 更多年轻人的青睐 也能够吸引 会啊 就是会认识很多不同团的人 对 就是可以认识不同的音乐 然后也会有很多想法吧 就是还有 因为不同国家都会有不同音乐 就会有不同的idea这样 所以会学习到蛮多的 2024桃园国乐节迈入第十一届 今年以乐位秧为题 集结台湾 日本 新加坡 美国等各地音乐家集乐团 齐聚桃园 希望展现国乐经典与跨域创新的一面 除了音乐会之外 还举办国乐营交学课程 希望借此让更多民众接触国乐 并且了解国乐 记者来我一同一报道